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如果说一名球员在赛场上没有援助题 并且一直都被针对,你会想到谁 可能会有人想到老儿迷进的詹姆斯 也可能会有人想到还在追逐梦想的黎叔豪 不可否认,这两名球员也同样是有着这样的遭遇 但这一次,球哥想说的却是既没有援助题 又不被联盟待见的史迪芬库里 对于库里而言,他不受篮球领域的待见 其实从小就已经有了 在长身体的高中阶段,库里由于身高和力量 不断被同龄人拉开差距 导致他不被人在篮球领域看好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没有大学 愿意给库里提供奖学金和机会 即使他的三分球能力十分出色 而在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参加NBA选秀后 所有球探给他的报告也是不待见他 其中,最直接的便是虽有出色的三分投射 但无法适应NBA对抗 而这也导致他的顺位从前三下滑到了第七顺位 然后被勇士截户 而在加盟勇士后 库里也是一样不被联盟待见 那么作为篮球领域殿堂的NBA 为什么也不待见库里呢 如果用金州勇士前主帅马克杰克逊的话来说 就是库里毁掉了篮球 虽然这句话是对库里的包一词 但是在联盟眼中 这句话就是他们的内心独白 首先,第一点原因便是库里过于契合这个时代 他的三分能力更是让他成了小球时代的推动者 而恰好联盟对于这种发展变化是不喜欢的 因为小球时代的打法触及到了他们的商业利益 由于在以前的NBA中 联盟崇尚深指的对抗 内线得分 持球突破和中距离单打的肉搏战 是场上的主要成分 三分仅是追分才会用到的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 赛场上激烈的身体对抗和复杂的战术设计 带来的视觉冲击性 是能够给球迷带来巨大的观感体验 相应的 这也就会给联盟带来巨大的收益 而再看现今的小球时代 球队更加追求效率和空间 场上的肉搏战基本消耗殆尽 更多的是推转换进攻和三分投射 这在一定程度上 加快了比赛节奏同时 也让打法变得简化 而对于球迷来说 在一定程度上 是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 毕竟 一直看着球员头三分到结束 在一定程度上 是会让人觉得乏味 相应的 这也会缩减联盟的收益 而在联盟无法改变时代趋势 但是又有着极大怨言的情况下 他们就将怨气 撒在了小球时代推动者库里的身上 于是 在赛场上 我们就时常看见库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尤其是在援助体犯规上 我们都知道 联盟此前为了鼓励进攻 将援助体犯规提升到了很高的一个程度 只要防守球员在防守时 施加过多的肢体动作 就会算作犯规 这对于库里来说 显然是会受益的 毕竟 我们都知道 库里无球跑动极其出色 再加上他能够在三分线一米外 直接开跑 而且出手速度极快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对手没有及时跟防库里 那么他就能够轻松找到机会出手 而一旦防守球员跟防到位 上前封盖 那么大概率是会侵犯到援助体 这也就意味着库里 轻则能够获得重新发球机会 重则能够获得罚球机会 但结果却是 库里没有援助体 只要他敢投篮 那么防守球员就敢劈头盖脸乌上去 打脸打手 一屁股把他翻倒 在这种情况下 裁判都不予理睬 于是 这也让大家明白了 联盟对库里的尺度 频频对库里恶意出手制造杀伤 这也就导致库里遭受伤病侵袭 当然 也不仅于此 由于在现今的联盟中 单论得分爆发力 库里可以说是独一打 毕竟 库里有着极其高效的三分命中率 这一点 联盟也是十分清楚 所以 为了不让比赛出现一边倒的局势 尤其是在季后赛中一边倒 导致门票和收视率的收益减少 联盟也是对库里进行了区别对待 球哥相信很多人都认为 库里的防守是十分差劲的 尤其是在季后赛中 常常被点名针对 但事实上 库里的防守并不是很差 会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 是因为联盟的区别对待 我们都知道 在季后赛中 每一场的前几节比赛 双方球员的犯规 其实都是在摸索裁判的吹发尺度 然后以此来加强防守强度 或者收敛防守动作 也就是说 裁判的尺度一定程度上 可以决定一场比赛 双方球员的防守强度 但这对于库里来说 显然不适用 由于在进攻端 库里时常会受到 防守球员的一些小动作 干扰投篮或者干扰运球 在这种情况下 碍于库里的得分爆发力 裁判都是会放宽吹发 而在这种情况下 库里显然也是能感受到吹发尺度 于是 在转换到防守端时 库里也用同样的防守强度 却立马遭受到了吹发 虽然有些时候 的确是库里不够冷静 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库里都会被针对性的吹发犯规 从而导致 他无法在关键时刻出场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库里的发挥 同时也使得库里 在季后赛的各项评选中 总是会落入下风 而说到了季后赛的评选 这也就不得不提 库里一直无法拿到的 FMVP奖项 对于这个奖项 相信很多人都认为 2015年的FMVP 应该是属于库里的 但最终确实被伊格达拉拿走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便是当时的库里签约的品牌 是安德玛 由于耐克是联盟 最大的体育合作伙伴 在联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 甚至对于联盟的一些奖项 和球员荣誉 都是有着一些话语权 而库里签约的是安德玛 是耐克的一些业务的主要对手 这也就使得耐克和联盟 不会给库里过多的光环 因为这会对耐克 造成极大的商业影响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联盟也是选择将FMVP 颁给了一个达拉 当然不仅于此 还有就是 杜兰特能够如此轻松的 加盟勇士 也是联盟间接助力 当时 在杜兰特宣布加盟勇士时 相信在很多人眼中 是不可理解的 毕竟 此时的勇士 已经有了库里 汤普森和格林 三名全明星球员 又来了一个联盟最强得分手 这样的统治力 可以说直接终结了 大多数球队的总冠军梦 可是最终 联盟却允许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要知道 当年保罗和科比的联手 都被阻止 而杜兰特加盟勇士 却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这其中 有一个原因 便是商业因素 由于2016年的总决赛上 格林不被禁赛的话 勇士可能能够蝉联冠军 而那时的FMVP 是只能搬给表现亮眼的库里 而在新赛季 让杜兰特轻松加盟 这能够分去库里头上的光环 毕竟 库里太过耀眼 对于耐克伤害太大了 而杜兰特的加盟 势必会让库里牺牲球权 牺牲数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库里的光环 自然就不可能那么的耀眼 而且 即使夺冠 那么FMVP 也是会给到杜兰特 总的来说 库里不被联盟待见 可以说是刻意为之 毕竟 NBA作为商业联盟 终归一切 是以商业为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 虽然库里现在不受联盟的待见 但是球哥认为 他终究会受到历史的待见 而且 在他退役之后 也将会享有非常高的历史地位 毕竟 他在NBA的历史上 还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变变月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